马席会将要登场 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泉 刑建院长毛治国 以及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昨天都到立法院报告 立法院长王金平 则是呼吁朝野要秉除政党之私 以人民最大利益来出发 理性监督 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泉 刑建院长毛治国和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4号上午来到立法院 向院长王金平报告 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7号将在新加坡会面 因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重大政务 毛治国依据行政受立法监督的原则 到立法院报告 并且请王金平安排 召集朝野党团代表说明 王金平也发表三点声明指出 总统府和新政院主动向国会报告 争取朝野支持是尊重民意 选前朝野应秉除政党之私 以人民最大利益出发 府院此次主动向国会报告 并积极跟朝野国通争取支持 这是尊重民意之急 实质选前 朝野应该秉除政党之私 以人民最大利益出发 理性的来监督 下午赵永泉和毛治国等人 再度到立法院针对马锡会 与会人员等内容 向朝野各党团报告示疑 不过民进党团没有出席 过程中台联党团还退席抗议 强调不愿帮马锡会背书 一个半小时后会议结束 夏令人赶回陆委会举行记者会说明 王津平强调 周五上午九点半 会针对邀请马总统 到立法院报告的是 召开朝野协商 如果顺利马上就会邀请马总统来报告 如果朝野协商顺利通过 马总统到立法院报告 将是他执政七年多来 首度向国会报告 不过因为民进党团对马锡会持反对态度 如果朝野协商没有进展 案子将会进入一个月的协商期 马总统就很难到立法院报告 记者综合报道